没法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泽 自2019年发生后 经过近两年的维持更新 真人快打11 现将彻底停止后续内容的开发 今天凌晨10分游戏官方发推 感谢了玩家两年多以来的支持 并表示在推出了诸多角色和DLC后 更新的内容已经走到了终点 接下来呢 他们会专注新项目的打造 目前真人快打11迎来平时第41元 爱好暴力美学格斗的玩家 可以考虑入手 单机主机玩家现在也有广告看了 据外媒独家报道 近期EA和国外多家工作室 与一个广告平台签约 该广告平台的主要业务是 在免费主机和PC游戏中 插入15秒到30秒的广告 玩家在观看完广告之后 就可以解锁奖励 大家愿意在免费游戏中 观看广告来解锁游戏奖励吗 在上个月的时候 武装突袭冷战突袭 曾在Steam和究计开启了为期48小时的免费领取活动 但Steam平台因不知名原因 现实领取只持续了24小时 为了补足48小时 官方再度开启了限免活动 时间持续至7月4日凌晨1点 游戏的两个版本Windows版和Mac版都能够免费领取 由地域边境开发商的前CEO创立 并有网易注资的工作室 Jumpship在近期开放了新作 萨莫维尔的Steam商店页面 显示将于2022年发售 暂不支持中文 从画风和题材上看都很有之前工作室的风格 本作以家庭亲情为主题 其故事发生在一个大灾变后的世界 玩家将在乡村奇异景观中展开一场科幻冒险 努力想办法与家人团聚 重新将智力破碎的家庭聚合到一起 并探查可怕的灾难幕后的真相 来自我们店铺的特会 经典策略对战游戏 百战天虫战争武器 国区K19元 本作以炮弹轨迹的策略发射为主要玩法 玩家可操控虫子们使用火箭筒地雷 甚至与坦克飞机来进行攻防往来 游戏除了单人战役关卡外 还有着线上对战的有趣玩法 每局游戏支持最多6名玩家一起对抗 每个人可操控8只小虫子进行厮杀 适合好友之间互相伤害 来看看今日份的下次游戏推荐吧 科雷娱乐新游卡牌RPG 欺诈之地迎来近时第38元 本作背景设定在一个混乱破碎的未来太空 玩家可操控各自具有独特故事线的角色进行冒险 游戏有着较高的自由度和随机性 每次游玩时能够遇见不同的敌人和事件组合 玩家可自行决定接受的任务 好友阵营以及收集的卡牌 游戏世界也会对玩家的决定做出动态反馈 战斗方面除了常规的回合制卡牌战斗外 还特意制作了协商卡牌的玩法 玩家可使用协商牌与对方展开对决 说服NPC提供情报或者组队打BOSS 动作射击冒险游戏 四海兄弟三部曲新史地109元 交上次史地降价22元 科技包含了四海兄弟一到三代的高清重制版 其中二代和三代的画面升级较小 一代的优化改动很大 使用了三代游戏的引擎进行重制 过场演出很有电影质感 三部游戏将美国从金九令时期到二战后的黄金时代 再到越战后的历史串联了起来 玩家可在其中体验出租车司机汤米 意大利一移民维托 以及越战老兵林肯 与黑手党家族恩怨情仇的故事 适合喜欢黑道题材游戏的玩家入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CDK微变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by bwd6